欢迎来到美国华盛顿的角区 上一期视频我和你们分享了我外婆的老家 在美国东北的一个小村 每年夏天或者秋天我都会去的 全美国我最喜欢的地方 这是我的老家 氛围和环境完全不一样 今天我和我的父母三个步 带你们参观参观 然后在视频的后半部分 给你们看看我从小长大的房子 你们看看这里的风景 可能会意识到 这边的房子好像都是一个木板刻出来的 那个不是巧合 是这个地方是同意开发的 你不会在这里买一块地 你会买一个已经盖好的房子 现在我给你们看看 我的初衷 欣赏一下 真的不怎么好看 我的老家的学校都是这个样子 都是一个木板刻出来的 复制粘贴 复制粘贴 本地所有的初衷都长这个样子 小学也差不多这个样子 说实话我在这个初衷 一点美好的记忆都没有 一丝丝都没有 不像高中 我的高中特别美好 但是初中孩子们就是 我不知道中国的学生怎么样 但是在美国初中 是最惨烈的一个时光 这些年轻人的学生 现在是学生吗 是的 这些年轻人的学生 他们在学生 他们在学生 中国的旅行 穆斯林的旅行 基督的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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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他们在学生 全世界的旅行 全世界的旅行 越大越大 世界各地的人都到这里来 然后你看学校 真的是什么假期都放假 我们小区这种散步的地方特别多 各种各样的小路呀 小桥呀 小河呀 就是风景没有什么特色亮点 但是有点小森林也比没有墙 对吧 因为有些地方连这个都没有 就是房子 房子 无论是别人的院子 还是这种公共区域 美国人就是非常喜欢搞草坪 就为了搞草坪而搞草坪 你看其实这里可以稍微夜一点 对吧 毕竟是一个大自然的一个体验区 相当于 但是不行 他们还是想要一个草坪 它会不断地涨不断地涨 然后你每一个星期一次 还要搞一个专门的机器 去割那个草 看连这里都有草坪 就马路边 这都搞一个草坪 到处都是草坪 下一个给大家看看我的高中 跟初中不一样 这里美好记忆非常的多 但是学校的这栋楼跟初中一样 不怎么好看 没办法 就是这样呗 你们可能好奇这个围栏是啥 这个是我们学校的橄榄球场 美国人非常热爱橄榄球 其实我对橄榄球 一点兴趣都没有 既不喜欢玩又不喜欢看 但是对一个一般的高中生来说 参加橄榄球赛 不一定代表你很喜欢橄榄球 它只是一种社交而已 我去过那么多橄榄球赛 我都不记得谁赢了 谁输了 一点都没有注意到这些细节 这个停车场为什么这么大呢 不是这个学校的老师多 而是很多学生会开车来上学 很多孩子是67岁就开始靠家教了 然后到了高中的第三年级 或者第四年级的时候 就已经有属于自己的车 放学以后 这个停车场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堵 你会在这里堵半天 我系自行车我早到家了 你们这帮傻瓜还在这堵着 这边是高中四年级学生们的停车位 他们每一个学生 都会花各种可爱的小符号在这里 标记一下自己的地盘呗 这里摆了一块石头 就是用来宣传各种活动 我上高中那段时间 每一个学校院子里都有一块石头 就我们学校没有 然后我们也想要属于自己的石头 说服这个学校说服了很长时间 终于把这块石头搬进来了 这里有一个小隧道 总会有人在里面搞各种各样的涂鸦 然后小区的不知道什么委员会什么的 他们会用其把它刷一遍 然后又有人搞涂鸦 然后他们又刷 就是不停地搞这个战争 然后我们这边也不全是那种小别墅 也有这种房子 这边有这种桃房 也有连牌的那种房子 也有赌东别墅 三种不同的房子都有 现在快到了总统精选的时候 所以很多人会在自己家院子里面 挂个牌子 说明一下自己支持哪一牌 Harris Walls 其实很多网友有一个误解 觉得我这段时间回美国是为了投票 其实到了真正要投票的时候 我又已经回去了 而且可以原厂投票 在这里走走你会发现 每一座房子都有阳台 美国人喜欢在阳台上 坐坐晒晒太阳呀 烧烤什么的 也特别喜欢在后院里面 摆各种好玩的设施 我们住的这个地方 是有一个 维员会管的比较严的地方 他们不会让你在院子里 随便想干啥都可以 其实很多东西 他们都会叫你麻烦 比如说你在那儿养动物呀 你去种菜呀什么的 除非是那种小面积的 维员会觉得这些东西 会破坏小区的秩序和氛围 也别想着把你的家 刷成奇葩的颜色 也别想着不割草 等等等等等等 社区委员会都会找你麻烦 虽然这些小森林特别窄 面积不大 但是有跟没有 真的是天差地别 一定要有个小森林 不然这个角区全是草坪 没完没了的草坪 看小动物也有 美国还有一个特色亮点 是如果你像在公共场合拍视频的话 做好准备有人来管闲事 因为刚才有一个阿姨说 你在干嘛 然后要再跟她解释半天 她觉得我在收集房子的信息 然后不知道要拿来什么什么坏的用处 就是好累呀 这里其实是公共场合 也没有什么法律规定说 不允许你拍房子的样子 尤其你离那么远的距离 我只是想想想想想看 我认为你不是在车上看车 我认为,我正在逛逛 我正在买我的步骤 好,我认为你什么 这是我们小区的游泳池 整个社区有三个 这是离我们家最近的一个 这个游泳池是这样的 不管你游还是不游 你都要付这个游泳池维护的一个费用 每年300美元 所以哪怕你游也感觉300美元是相当的高 就是你要很频繁的去游泳 你才会觉得这个成本值得的 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这件事 在这边转了一圈 大家可能好奇家里面是什么样子 下一个环节 我给你们看看我父母的家 也是我从小长大的地方 说嗨 嗨,欢迎来我们的住宅 这是一个中文化的房子 这些是中文化的标准 这是中文化的标准 这是中文化的标准 这是中文化标准 这些小的标准 在下边都是中文化的标准 这些标准是中文化的标准 这些是中文化的标准 这些都是中文化的标准 这些都是中文化的标准 她没有传承过她的爱 她对你来游泳的爱 没有,她没有 这个房间里面有特别多 来自世界各地的东西 然后大家乍一看 可能会感觉 哇,我的父母是不是特别热爱 全世界旅行 并不是 都是川家宝 都是她的父母的手藏 然后她自己就很不喜欢旅行 但是她喜欢看全世界各地的艺术品 所以你看 家里有特别多这样的东西 我也给她打下来了一些 你还没有显示我的手 你还没有显示我的手 从美Xico 哦,对不起 我失败我的手 从美Xico Cuerda Vallarta 我去过去 而且是很难旅行 这是她从另一个国家的东西 那些东西的东西 你得到那些东西的东西吗 是的 这是我的贡献 和这个 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房子有两个客厅 这里是一个客厅 然后这个也是一个客厅 这两个房间功能差不多 只是这里有壁炉 那里没有壁炉 这是我们的家庭 那我们花了很多时间 这里有一个自然的风格 我喜欢家庭 这有几个家庭 欢迎来到我们的厨房 这是我们的厨房 还有一个厨房 我们没有活动 Katherine's father 做最多的烹饪 你做烹饪 我做烹饪 他做烹饪 非常好 这个房子有一个特点 我特别喜欢 是它的设计是很开放的 你看 没有那么多墙壁 把这个房间搁起来 那个房间搁起来 都是开放的设计 所以这里是客厅 这里是吃饭的地方 班桌 然后这里是厨房 都没有隔开 他们做饭 要么是用烤箱 要么是水煮 然后偶尔也会炒菜 但是他们炒菜 也不会产生那么多油盐的味道 所以他们可以搞一个开放式厨房 我特别喜欢这个设计 然后给大家看看 我们的阳台 这是我们的桌子 我们在冬季中 整个房子我最喜欢的地方就是这个阳台 整个房子我最喜欢的地方就是这个阳台 也是因为我父母他们给我养的这个习惯 从小到大我们一直会挂围鸟器 然后喜欢坐在阳台上看着小鸟 我们喜欢坐在这里玩桌游 聊天吃饭 然后这个是我们烧烤的地方 可以在这里烤点肉肉 美国人很喜欢自己家里烧烤 接下来给你们看看楼上是什么样 这个房子一共有三层 一个地下室 一个一层和一个二层 好吗 来吧 好 来吧 这儿子 这是我是最喜欢的地方 这儿子的地方 这儿子的地方 这儿子 这儿子的两个人 我把他们都看得很像 我把他们的地方看起来 真的很像 我的妈妈 带着我的妈妈 这儿子 它里面是被智子 真的吗 我可以吗 我认为它是 我的天啊 这真可爱 你从来知道吗 没有 它的河马收藏很大 河马 这是它最喜欢的动物 我爱蝴蝶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这些蝴蝶 这是我的父母的卫生间 你看 到处都是盆栽 它就很喜欢盆栽 哪里能放得下一个盆栽 它就要放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卫生间 但是跟刚才那个比 没有那么可爱 这个房间是客房 客人来的时候 可以住在这里 所以我有一位朋友 喜欢画画 所以Catherine问 什么颜色她可以画 所以她说绿色 然后我认为 它可能是软绿色 所以欢迎来 Catherine's lime green room 我认为它很喜欢的颜色 我认为它也很喜欢画 我认为它会画得很浪费 因为高中毕业 就没有再长期住在这个房子 所以这个房间就没有改过 就是一直都是这个样子 跟我小时候一样 每次进来的时候 都感觉像回到了高中 然后这里真的是 手藏了特别多的小东西 就是小的时候 去哪儿旅游 去哪儿干嘛 都买一个小礼品 然后从来都不扔 所以这里摆了好多好多 好玩的小东西 她总是有一个收集的东西 最后给大家看看地下室 晚上可以看个电视 看个电影什么的 但是白天不怎么在这里待 然后你们可能看到了一个熟悉的东西 就在我背后这个架子 我两年前和大家分享过 我的父亲的普拉收藏 我都不想要把他放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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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這是我從7-11學校的時候 我當時在中學校 哇 這是一個歷史的歷史 好了 房子参观完了 小区也参观完了 今天的视频先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喜欢 其实我已经回到我亲爱的农村了 但是最近实在是太忙了 所以视频更新的有点慢 抱歉大家 接下来还有两个美国的视频 敬请期待 下期再见